NDR of the UCD Island UDAO.html 天天大道天界中英最兆 HTTP colon slash slash www.alibrary.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l Introduction to DL. 天天大道天界 Introduction to DL. 中英最兆天天大道天界以何為天天大道? 二道與我有什麼關係? 三求道四求什麼? 四求道對我有什麼好處? 五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 六求道對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七道的寶貴有什麼病症? 一何謂先天大道? 先天大道又簡稱道 我們若仔細地去觀察 心窍開悟之後 就可發覺宇宙間森羅萬象皆是雜而有序 而自然界萬事萬物的運轉 也都有一定的法則 各天地人是萬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 即已存在 不約先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萬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 萬物萬類 在天地人萬物毀滅之後 道不會毀滅 道因為無取無來 不生不滅 乃代表著宇宙間更不不便的真理 道的本體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體 在混沌未判之初 宇宙間只是一環靈妙裡 無天無地無人 也沒有語言和文字 所以我們是無法以任何語言文字或思慮來形容它 故大道無明強明曰道 我們也是勉強用道這個名詞來代表它 在天地萬物生成之後 早就能貫穿於宇宙萬事萬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現象均能呈現和且有條不問的運轉 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為 我們雖然無時無刻離不開道的本體和妙用 卻又很不容易去認識它 因此在兩三千年前 各教聖人應運出世各化一方 針對當時天時比利及眾生的根氣 留下千經萬點 穿下諸多虛惡從善的修實法門 同時也讓雲雲眾生認識了明明中 宇宙萬事萬物均有一個真正的主宰 或稱為上帝或稱為造化或稱為天主 我們稱其為道或無聲老 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們對道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和體悟之後 就會了解 天地間實無遺物 不是導致本體與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涵蓋各大教門的精益 為先門外教的總源頭 確實不居限於宗教的領域裡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著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萬事萬物萬類的根本源頭與最高主宰 其宇宙間永恆不變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們今天有機會了解什麼是先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門的最高信仰中心